2019年Cosferta亚洲分战赛权力游戏在上海卢湾体育馆结束了为期三天的比赛 这不仅是该赛事首次登陆中国,更是其在亚洲的首秀 Cosferta综合体能训练是目前全球最火热的运动之一 它不以身体外形为主,不强调孤立肌肉训练 而是以获得特定的运动能力为目标 通过多种以自身重量、负重为主的高次数、快速爆发力的动作 增强自己的体能和运动能力 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运动员 在跑步、风阻单车、硬拉、爬绳以及哑铃推举等多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最终来自加拿大的布伦特夺得2019全力游戏男子个人冠军 来自挪威的克里斯汀则获得2019全力游戏女子个人第一名 布伦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第一次来到中国参加这样的比赛很开心 也让他近距离地感受到中国运动员的坚强毅力和拼搏精神 对于此次比赛的成绩,布伦特认为人有发挥的空间 据悉,此次比赛作为Cosferta世界大赛亚洲首个分战赛事 未来每年4月都将在上海举办一场面对世界范围的比赛 夺得全力游戏赛事男子冠军、女子冠军和团队冠军的运动员 将直接获得Cosferta世界大赛入场券 赛事主办方认为,虽然没有中国运动员通过全力游戏进入到Cosferta Games 但可以近距离学习和观摩来自全世界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状态 感受世界最高水准Cosferta运动员的竞技氛围 认识更多志同道和Cosferta热爱者 全力游戏未来一定会逐渐成为每年中国Cosferta热爱者的狂欢赛事 原来我们只是觉得自己第一次做这个赛事 可能更多的是让把整个流程做得完整就OK了 但实际上最后结果下来是每个运动员其实对我们的整个赛事的流程 还有效率等等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满意 然后也会说明年还会继续再来 这个真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吧 应该也是一个最大的动力让我们明年继续好好办